我認為可能會同意加入 主要芬蘭先 然後隔幾天就是這一點 一個5月12一個5月15 一個拉一個 也不是一個拉一個 就是北約不斷的敲鼓 鼓勵他們趕快遞出 因為北約6月有一個 洛曼帝的高峰會 美國目前擺明了就是說 芬蘭只要提出申請 他一定準 所以等於是芬蘭自己要做決定 芬蘭他之前就說他5月12號 要討論這個議題 除非他擱置 不然基本上是要做出決議的 目前看起來 加入的可能性非常高 前面我們剛剛還在講 普丁不是在今天演講的時候 還說俄羅斯跟烏克蘭 跟北約的衝突又無可避免嗎 而且他普丁今天有直接點名 他說美國還有歐洲有一些國家 正想要介入俄羅斯的領土 他當然主要是講烏克蘭 可是這個芬蘭我認為就是 就是烏克蘭2.0 嚴重程度也相當高 因為他的邊境非常長 而且他涉及芬蘭灣 芬蘭灣就涉及俄羅斯的聖比德堡 聖比德堡是俄羅斯的上海 俄羅斯有六分之一的產品 是經過聖比德堡出口的 那芬蘭灣就直接會卡到聖比德堡 然後俄羅斯的波羅地亞艦隊 事實上從波羅地亞一出來 就是芬蘭灣 那你如果芬蘭加入北約 那你等於就是 你的波羅地亞艦隊就被悶在裡面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嚴重程度 所以我認為 波羅地亞艦隊的核動力潛艇 一定會開出去示威 甚至也不排除俄羅斯會在二分邊境 做很大的演習 那這個就很麻煩了 所以你看又是芬蘭瑞典說要加入北約 然後今天也有馮德萊恩說 烏克蘭其實也已經遞建 申請要加入歐盟 所以一直不斷的好像感覺就是在刺激 俄羅斯要刺激普丁 那我們要剛剛如果說是按照亮哥講的 芬蘭歐盟就是下一個 因為奧地利跟荷蘭會把他擋住 是但是就一直要激怒 那芬蘭呢 芬蘭難道你看上次我們才講說 俄羅斯的戰機有飛越瑞典的上空 那所以接下來會僅止於此嗎 還是有更大的衝突呢 很難講 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